据台媒报道称 近日台湾各地出现了消费复苏迹象 然而台北市旅游观光却迟迟未有好转 台北市长柯文哲坦言 未来两年台北都很难有游客回来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期台湾多县市出现报复性消费 旅游景点出现人潮 但由于境外游客不来 台北市观光业仍然处于低谷 据统计台北酒店的住房率 从1月份的62%一度跌至10%以下 目前仍在一层到二层之间徘徊 台北市长柯文哲称 境外游客是台北观光业的主要消费群体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 未来两年内境外游客都不会来 以前都在观光客占很大的比例 两年都我不敢讲 那都直接到这里 两年都不会来 台媒报道称 台北有近1500家旅游业者 占全台湾的37% 境外游客超90%首选地都是台北 尽管台北市推出了外线市团体旅游大礼包 但也只有短期效应 境外游客不来 台北观光业就很难自救 承知省 参議 kay